一名男子在脸书上发文抱怨说 到桃园的一间机车行帮电瓶充电 但是没有想到才充的30分钟就要收费1000元 这个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三倍以上 直呼实在是太过离谱 不过实际询问业者也解释了 这1000元是换新的电瓶 不是只有充电 是消费者有所误会 一手握螺丝起子 一手调整支架 将螺丝牢牢固定住 业者熟练的安装电瓶 但却爆出争议 一名机车骑士在脸书发文抱怨 30号去桃园一间机车行 处理机车电瓶充电 不料业者食指大开口 收取1000元的费用 但明明只充电30分钟 杜轰自己被多收三倍以上的价格 实在太离谱 实地轴放业者无奈喊冤 拿出当天换下的旧电瓶 现场连接实测 一样会堵秒 12345 堵了5秒 显示在弄固这个指示灯的上面 所以它这颗是不能充电快 对对对 已经快了 检测发现指针落在红色区块 电压只剩9.9无法充电 当下业者换了新电瓶 但更换后需要灌入电解液 以及充电30分钟 导致歧视误会是在帮旧电瓶充电 怎么会误会说是充电 听错啦 听错啦 是啦 因为你们是换新瓶就对 我们就是要讲说新瓶 要充电 业者解释 若只是单纯充电 价格4小时100元 认为这次是双方沟通不良 加上自己口急 才导致误会产生 记者林柱桥桃苗报道